要说全世界哪种资源分布最不均衡,有人或许会说是石油。 其实淡水也是如此。 在水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像格陵兰岛之类的,人们似乎感受不到水的重要性。 但对很多国家来说,解决日常饮水用水,已经成为一大难题。 一般来说,比较缺水的国家都是一些非洲内陆国,因为自然环境就是如此。 然而在世界上却有这么一个国家,虽然是名副其实的沿海国,国内却连一条河,一个湖都没有,被称为无水之国。 更令人嘖嘖称奇的是,这个连喝水都要看邻国脸色的国家,如今却负得流油。 科威特地图 这个国家就是中东小国科威特。 历史上,科威特曾为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所辖,后来沦为英国的保护国。 1961年,科威特正式独立建国。 1990年被伊拉克吞并为该国第19个省,在海外战争结束后成功复国。 如今,科威特国土面积,仅1.78万平方公里。 人口仅420余万。 但该国的水资源,还是不够用因为这里真的没有任何淡水资源。 没有泉,没有河,没有江,没有湖。 即使有住广阔的海岸线。 但是海水毕竟不能直接喝。 至于降水。 科威特的全年降雨量,只有110毫米。 乍一看不少。 但该国每年的蒸发量,却是2000毫米。 有人或许会想到开采地下水。 但由于该国距离海洋太近。 地下水全是咸水。 根本不能喝。 科威特成夜景。 然而条件再怎么艰苦。 人总是要喝水的。 所以科威特扰牙引进大量机械装置。 开始发展海水淡化技术。 以此提供居民的日常饮用水。 目前。 科威特每日海水淡化数量高达28万吨。 相当于是每日世界海水淡化量的十分之一。 但这些水也只是刚购100万人口日常使用的水需求。 无奈之下。 科威特只好长期向伊拉克购买淡水。 毕竟这个邻国河流众多。 拥有巨量的淡水资源。 所以科威特干脆舔住脸,向伊拉克购买。 以此供应百姓和各工业部门。 伊拉克境内的底格里斯河。 有意思的是, 科威特人主要采用水车的方式输水水场, 把干净淡水输送到每个居民的水箱中, 以供日常洗浴等。 至于饮用水, 则是在各居民区门口设定饮水机。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由专人进行新增。 这也是为了方便居民的日常饮用。 管理起来也比较方便, 干净。 科威特油甜。 不得不说, 科威特的运气真的很好。 大家都知道, 海水淡水化的成本非常高。 加工一吨淡水, 约有30美分的成本。 再算上分配、输送和销售。 这个成本就更高。 至于向邻国买水。 虽然价格要便宜一些, 但由于需求量巨大。 因此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好在科威特拥有储量巨大的石油资源。 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 位居全球第四。 所以可以靠出售石油, 而获得大量财富。 在2015年, 该国人均GDP, 就已接近3万美元大关。 是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在石油遍地的中东都算富国。 因此, 科威特有足够的钱去购买邻国的水。 另一方面也不断发展海水淡化技术。 逐步解决水的问题。 海湾战争就照。 不过邻国伊拉克对此却十分不满。 在伊拉克人看来, 这里本来就是属于自己的。 结果现在科威特省独立。 连石油资源也一并带走。 如今科威特靠漫游发了财。 反过来花钱买伊拉克的水。 过得还比伊拉克好得多。 心理欲发不平衡。 而这恰恰就是海湾战争爆发的最主要原因。 科威特虽然是单力薄。 背后毕竟有大国撑腰。 伊拉克最后被打得遍地废墟。 只好乖乖认输不仅石油依旧是别人的。 自己还得乖乖卖水给人家。 就这样。 科威特卖住油买住水。 继续过住富裕舒适的生活。 和伊拉克相比。 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参考文献。 列国志,科威特。